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窄窄下半钟,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我是帕帕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而且看了两个礼拜 哦,这个,对 我也 这套我自己看了两个礼拜 我今天也看了一整天的漫画 好啦,我们来介绍今天要跟大家算是讨论兼推荐的这部漫画 台湾那边的翻译叫做《非战特工队》 它的原文是,那算德文吗? 它的原文是写成德文,然后意思就是直译过来叫《南瓜剪刀》 作者是严永亮太郎 它这部作品是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连载 那连载到现在它还在继续连载中 已经连载了18年 耶 好久哦 日本那边啊,单行本已经出了23本 在台湾这边呢,由东力出版社 在2006年的时候 有开始代理 不知道为什么代理到 2018年,就是 对,只带了20几集 断掉啦 断掉,后面呢,后面呢,后面几集的东力 敲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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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碗 明明就是剧情还很精彩 对啊,怎么可以都在这里啊 好 我知道,大家我们都冷静 大家要冷静面对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这一套基本上没有什么冷场 它每一集都还蛮精彩的 没错没错 嗯,它就只是整体来讲 有关政治跟军事 然后又相当的厚 所以就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好啃 但它其实剧情上来讲真的是很棒 对啊 到底为何 对,所以 这部漫画,就是《飞战特攻队》 我还是叫《飞战特攻队》好了 它是 它之前有动画画过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对它有印象 就是如果只看动画 有有有 金、金、金 真的,而且其实动画还不错 动画的动画是在2006年的时候 那为什么没有红 我也不知道啊 它大概两季吧 2006年的时候播了24集的动画 我还有印象哦 那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是天天都有追它 就是它那时候在 那个电视上播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看电视追的 对,你看 人家不顾都有看 我完全没印象 因为我是漫画派的 等等 哦,好可惜哦 我们刚刚刚不顾有稍微介绍一下 《飞战特攻队》它的性质 《飞战特攻队》它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架空世界 那背景大概是有点类似 它那个科技文明大约是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吧 大约是 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个时期的文明科技的感觉 背景是发生在帝国 主要是两个大国家 就是主角他们所属的帝国 以及与他们敌对国家的共和国 他们这两个国家在之前发生了很长时间的战争 那突然间在三年前 两方停战 之后呢 因为停战的关系 造成了各地需要进行战灾复兴 所以说帝国军他们就有成立了那个战灾复兴部队 设置在陆军的情报局的第三课 就设置在那里 就是专门针对战灾复兴的一个 算是 单位 单位 对,但是我怎么说 简称陆情三课 对,简称陆情三课 陆军情报局第三课 但是他们这个其实 比较像是怎么讲 好看的啦 就是假设说那种 他们是为了批议算嘛 对,我们需要一个和平部队 什么那种就是表面上好看的啦 然后可以拿到很多预算哦 在树里面他们对于就是主角所在的这个陆军情报部第三课 有各种绰号嘛 比如说像花瓶部队啦 祭典部队啦 祭典部队啦 对,不然就是 就是著名的就是偷懒用的 休闲用的就是 无用的一个部门 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知道 嗯,就可以知道说这一个部门在 这个战灾复兴的部门在当时是如何的不受重视 对,但意外的被配置到这边的人啊 都其实很有本事 而且他们还蛮认真要进行战灾复兴的 对啊 所以这个故事呢 主角算两位吧 男主角跟女主角 耶 耶 就故事最大的焦点就两位 对,我觉得应该算双主角制吧 还是单主角 嗯 我觉得 双跟绝角 至少有双吧 因为两个人的戏份我觉得还蛮 都还蛮多的 没有特别片中 好 那我们就先从女主角先开始介绍好了 我们因为我们要讨论下去嘛 那我觉得稍微介绍一下 对,就我们之后可能就会剧透了 对,我要直接剧透了 对,我想要讲一下 就是为何他在那个 除了飞战特工队这个艺名之外 为什么他的原文要用德文写作南瓜剪刀 哦,这个好耶 来,不顾来解释一下 呃,这跟他们 他们是战灾复兴的部队嘛 对不对 那他们当然在战灾复兴的过程中 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阻碍 那基本上 设立这个标志的 他们的 他们的课长嘛 就把它比喻成 就是他们需要一把 用来剪掉南瓜 那厚重皮的剪刀 用来比喻自己 用来比喻自己本身 那些阻碍他们战灾复兴的 就是那南瓜厚厚的皮 那他们就要作为这把剪刀 就把那些皮给剪掉 所以是 其实是有点 有点可爱 有点比喻性的 比喻性的 算是一个形容词吧 比喻自己就是那把剪刀 所以他们的logo也是 南瓜跟剪刀 可是里面有个酷刀啊 你知道我刚好知道 一开始觉得南瓜剪刀 觉得是觉得 好像有点不搭嘎吧 就是你是一个军事类的作品 然后这么可爱的名字 OK吗 然后后来我看到 后面第一课就是什么 第一大剑 然后什么第二什么 曲剑 然后第三引剑 啊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 就是你知道 冷兵器的名字来 就是为自己的那一课 就是取一个 就是剪名 然后到第三课的时候 啊 南瓜剪刀 原意不对 我想说 真可爱 很合 当然他的含义 是非常认真的 我非常认同那个含义 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 也是非常的诙谐 其实这个诙谐 是我去遍布在这个作品里面的 就是作者的二区位吧 这部虽然是很 虽然是很冷硬的 军事政治类作品 可是又因为 作者他的浓浓的那种 二区位跟 你知道宅属性 很明显的那种 你看作者的宅属性 会充斥在作品中的 各个角落 所以 其实还蛮亲切的 他这部作品 就是政治军事倾向 然后他 那个剧情也相当的认真 就是很多证据的内容 就是你要很认真去细看才行 所以其实这部分 搞笑的部分 他不会让整个作品的 就是利益歪掉 他不会让他变得非常的 就是不正经 他反而是一种调剂吧 会让你觉得 在这个 怎么这样 闭口气 对 你需要闭口气 很会掌握节奏 你会非常需要 这一把剪刀 真的 你看到这笔剪刀的时候 你真的会有一种 好像你知道 我来到了 我来到了一个 就是Holiday 那种安全地带 全部剪光光 对 男女主角 我们刚刚都还没有介绍 对不对 对啊 女主角是少尉 男主角是五掌 然后就介绍完了 耶 我们站在复兴 他的女主角 叫做那个 亚里斯L. 马尔文 他其实是贵族出神 而且是属于 十三贵族之中 就是所谓的 高阶贵族吧 就开古就存在的 高阶贵族 对 他们那个帝国 一开国的 十三贵族之一 马尔文家的那个 第三位 第三公主 兼下任继承人 不过因为他 不顾家中反对 他就是志愿从军 是一个充满理想性的 正义跟正直的那种 好帅 其实一开始 我觉得他像笨蛋 你知道吗 因为刚开始 舞掌就是男主角 他还没有加入 那个南瓜剪刀 就这个悟情三可 还没有 他是在一次事件中 然后被女主角 剪刀 算剪刀吧 因为那个战争 在三年前结束嘛 然后舞掌就有点 那个半退伍 因为他的部队就 没有他应该算 实业吧 他就实业中 就那时候就是 我们的那个女主角呢 他就带着他的那个 实行部队 就他们那个 陆行三可里面 那个部队 就三个人 其实就是他跟另外两个 两个 听起来像部队 其实只有三个人 对 只有三个人而已 然后就跑来要进行 进行战灾复兴 到那个村庄去 当时呢 女主角就是那种 很傻的 就是那种 他会抽出那种 身上的配件 说进攻 进攻 对啦 就像是阿呆队长 会热血 冲出去 对 你就觉得说 你用尝试 也会想想 就是说 你一个贵族 军校刚毕业 然后完全没有 上过战场 就是个贵族出身的 一个大小姐 然后来空降 来当那个 什么 要来我们这边 进行什么 战灾复兴 谁会管你 而且你还就这样 大累累的 就直接就说 你不对 那种二极战 这样 你就会 你就会觉得 感觉很像小孩子 对 觉得他不成熟 对不对 对啊 就是 而且甚至 就是他 也是因为 他真的没上过战场 所以其实 有时候 就会 他自己也会 可能会有一点自卑吧 就会觉得说 他没上过战场 好像也没真的 就是有那种 战争的经验 但是他还是有 满腔热血 想去就是处理 战灾复兴 的部分 应该说这个大小姐 是一个正在 努力成长中的 个体吧 我觉得 而且我看得出 他的成长 对 虽然说他离毕业 已经两三年了嘛 对不对 其实他那个出现 对 出现在我们 故事中的时间点 他其实已经 不是那么青涩了 其实我觉得 他给我一开始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那个 二极战啊 你知道 就多么中二病的 一句话 然后二还要 惊叹号 战 惊叹号 他喊完这个 口号不久 后面不久 不是有一个事件吗 就是他要参加 一个派对吗 对不对 对 对 然后里面就 剑舞片 对 那他其实就有 作者就有对 我是觉得算是一个 给他为何会 说出二极战 这个解释 我对这个 解伏笔的方式 我很喜欢做的 这个解伏笔的方式 因为他在 那个剑舞片 就是说 就透过 就是女主角的嘴巴 就解释了啊 他身为一个贵族 他是孤独的嘛 但他要努力 公平公正的 所以只要有罪 不管是贵族 还是平民 还是往事 都要 就是有罪的人 他是正直的 有罪的就服罪 对 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人 对正直 而且其实这是 相当现代的一个观点 所以他不是中和病而已 虽然说 把这个观点 简称成二极战 真的是非常中和病的 一件事情 但是 他会细细的去用他的 就是 他不是喊口号而已 他是有行动 去跟他解释 可是当然读者 是用后续的故事 然后再去解释这方面 他当然是 做出了一个 就是落差感吧 让读者先有一个 认识上 跟他实际上的一个 制造的一个落差 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 读起来还蛮有趣的 对 我们一开始会觉得 女主角应该就是属于 心理上那种 正直刚强的类型 那我们的男主角 对 女主角 女主角虽然一开始 看起来像那样 那后来女主角超强的 不过这个我们后面在解释 我们现在讲也是很强的男主角 平时是个阿呆 对 男主角 男主角就是 我好喜欢他 他的属性我好喜欢 快点开灯 开灯就变成恶犬 这样 好了 男主角他就是长得高高大大的 然后 腰上挂一个提灯 男主角身份比较特殊 他是一个算是实验部队 称之为901ATT 反战车裂兵部队出身 那在帝国里面 因为901个算是忌讳的数字 因为好像他们帝国的那个皇帝 在9月9号战死来干嘛 所以他们军队忌讳用9这个代码 可是呢 实际上其实存在一个 他们实验部队 就是以9为代码 透明的9号 对 被称之为透明的9号 就是他们不存在 可是他们其实又存在 好中哦 好帅 我看的时候是现场 好中哦 可是好帅哦 好喜欢哦 那我们主角 他就是一个实验部队出身 而他所属的这个部队呢 特长就是 以肉体之躯的步兵 零距离 把战车干掉 听起来就非常扯的一个部队 好可怕呀 一般人看到战车 基本上是 肉体之躯是不可能敌过战车的 可是他们就是利用那种一种提灯 只要打开提灯 然后就会跟那个 他们身上被植入的 算是丑吗 还干嘛 总之就是会产生共鸣 然后就会 克制住 他们的恐惧感 他们就变成不怕恐惧 不怕死的士兵 配备一种 大口径的枪 他们就接近战车 近距离 然后对战车 直接开枪 然后直接射杀 里面的驾驶者 是用这种 算是 以血肉去换的 作战模式 对 这就是男主角 他所属的部队 听起来就觉得很悲伤 我看的时候 真的是 觉得很悲伤 他们那个部队 全部死光 只剩他一个 好 结束 还有一个是 那个穿防火衣 还什么的 那个 那是其他部队 我觉得都讲太快了 他们其实还有 其他的部队 但是其他部队 就讲的很少啊 其他部队只提到 只提到三个部队吧 除了男主角之外 有提到另外一个 是什么 没有翅膀的伞兵啊 然后什么 散布死亡 死灰的 对啊 散布死灰的 对 还有就是那个 水稻局的那个 中原的火焰兵 不过那个跟那个 研发的机构的性质 有关系啊 不过这个我们之后 有机会再提 或者是大家自己去看 也OK 对啊 反正这些实验部队 他们会因为 他们也是战灾 后来那个主角 他们这个 陆琴三客 有以贫富战灾的名义 有去算是讨伐吗 算是去 对 讨伐他们 讨伐 这用词有点怪 所以就是后面 会有稍微登场一下这些 但是并没有把 所有的实验部队 讲出来 总之就是五长 因为那个 陆琴三客的 少尉他们过来 然后就因而结识 然后少尉就说 好啊 你就回归部队 这样子 就把编收 后来就是 我们原本 实验的男主角 就到那个 陆琴三客报到 这样子 男主角是一个 刚刚说的嘛 就是高高大大的 但是他其实 在没有开那个 提灯 化身成杀人机器之前 他是一个 怎么讲 内心温柔纤细的人嘛 纤细 对 大狗狗 对 所以他其实对 就是虽然身体娇小 但是内心刚讲的 少尉 就是有一种憧憬 对啊 对 但是我们主要男女主角 中间就是 重要的 爱情线 就是他们两个 之所以是CP的 重要原因 不过他们产生 爱情 感情 大概花了 二十集以上 真的 超过二十 我们真的 总等到这一天了 但是非常后面的内容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务必就是 追导这碗他 很有趣 非常非常后面的内容了 在那之前 他们都是属于 那个 男主角想说 我要支持他这样 支持他 继续前行什么的 类似这种感觉 对 他以为他只是羊慕 他是想摸摸手 不过实际上 女主角倒是 一根筋的 一直就往前冲啊 好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这部 还是就大家讲 他太难说了 就讲最印象最深刻的 一段吗 这部他太难讲了 因为他的故事 真的涵盖太多 你想一个 作者花了18年 然后内容题 才有这么硬 他就从整个帝国 先提这个帝国的 一些弊病吧 像是他们有 所谓的零号地区 那就是那边的居民 都是没有身份证 帝国就当中 他不存在 然后所有的邪恶 东西都藏无纳垢 那我们的男主角 屋长 就是从那个地方出生的 我突然想到 屋长的那个 他有一个 儿时好友 那个男生 真的超级强 我好佩服他 哈贝尔 你是指他那个 也是零号地区出生的 对对对 很会算钱的那一个 他们那群 在那群认识的那些孤儿们 那些弟妹们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 街童 对我其实很喜欢 这种街童的故事 虽然说街童的故事 大部分都蛮悲惨的 可是正因为 街童是属于 在那种悲惨状态下 混得比较好的 所以还蛮 我是还蛮喜欢 他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令人感觉非常地热 对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后来他们也提到说 跟各地的站在复兴吧 然后现在他们又有个大事件 就是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帝国其实也有像是 银色车轮这种一副 好像要颠覆帝国的 这种邪恶组织 神秘地下组织 对地下组织之类的 对还有像是反帝国军这种 有被帝国以前所征服 然后要来对帝国进行复仇的 这种各种少数民族 兼反抗部队 就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为了方便 就是读者就是接触嘛 你要先总之 你要先认识就是 这些人物 许多许多人物 跟帝国的基本构成 所以他其实 他把势力分得很简单 首先就是帝国军 跟共和国军 然后他们现在挺战 那当读者就是比较认识 这个帝国这个国家之后 然后比较认识就是 陆军情报部 一课二课三课 对这么多课的各位之后 他会慢慢的去解释说 就是扩展整个世界观 就是说帝国还有边境地带 还有零号地区 甚至在帝国之外 他们其实是西方各个小国 就是互相结盟在一起 由面对共和国 然后以武力著称的帝国 作为就是一个门口嘛 去跟共和国就是作为战争的 那个接口 然后由其他国家对帝国 给予比如说金钱 或者是物资的援助 那战争就由帝国 跟共和国来打 就是它 其实世界观相当的完整与庞大 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单纯的 就是两国一国家在打仗 这样子 但一开始的时候 为了让读者容易去进入这个故事吗 像你熟悉这个故事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比较简单 但慢慢地扩展之后 你就会发现 除了有这些政治的相关的东西之外 然后还有一些地下机构啦 卡普兰机构啦 神秘组织啦 然后还有一些 他们帝国的一些军事的各部门 所以你会知道它其实相当庞大 它的剧情编织相当的紧凑精彩 又时不时地在关键时刻 煽情一下啊 搞笑一下啊 是 这是看着让人非常的 就是它是一个会让你情绪波动颇大的一部作品 对 它的煽情起来也真的让我哭了好多次 而且人名也很重要 嗯 对 它里面 里面它的配角其实非常活跃 它会花很大的篇幅去描写各个不同鲜明的配角们 然后那些配角们 呃 对 有可能会死掉 哦 好难过 为什么要让他死掉呢 可是他如果不死掉这个战争 他以这个战争为背景就不够 就不够那个 主角你不会让他死 好啦 因为主角主角们不能让他死 所以只要死掉那些很性格鲜明立场 还有很多皮奴啊 我觉得那些皮奴们也实在是 我觉得刻画的很棒 真的 就是对角色配角们刻画的非常棒 我很喜欢 我喜欢那个地下文学的聚会 那个方外篇的那个 而且每个人都要戴那个头套 那个另外啦 那个另外的方外篇 那个是我们就是看 我觉得那是类似彩蛋般的存在吧 他整个跟那个 大家不要因为怕怕熊 就是看到那个方外篇非常推崇他 就觉得就是一定要去看那个方外篇 那个是整体证据外的方外好不好 对不起 等等等等 那他是为了收集情报才混进去的啊 不过那个就是搞笑 你就当做搞笑篇章啊 这就是算 作者的恶趣味 对 作者 作者不知道为什么 他真的把很多自己的恶趣味都融入在作品里面 他应该是没办法画进整篇 他都在搞笑 因为实在是 那个剧情如果我们认真的讲 实在是非常的胃痛 嗯 有喜欢的角色便当 太多 对啊 我是觉得他有看到就是诸多的 就是很多的平民 就是他们那么努力的在挣扎 可是 你知道他人性吗 他就是把他画的 主角是特别的 主角他的内心是刚强 他是特别的 但其他人不是啊 嗯 尤其是那些平民们 他把这边真的画得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 就是边境篇那一个 就是 处在帝国跟共和国边境篇那一个 篇章的故事 那边的人民我觉得 被轨道战车所控制的 对 然后被变成说他们是被贩卖人口 可是他们却都默不吭声的那群人民们 的那一群 嗯 对 就是看得很有感触啊 不只是这些性格鲜明的主要主角群们 就是其他角色也很棒 不过其实在看的时候 有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在 他在描绘那个人为战灾的部分 那些有一些甚至是 就是热爱 热爱战争的人 可是因为他们 战争是他们的 唯一 结果战争结束了 变成说和平 然后他们 有点 我觉得也有点像PTSD 就是他就没有办法去活在一般 就是社会中 然后就变成人为战灾了 被清掉了这样 对 就是我觉得这部 非战特攻对他有很大的篇幅 或者是说他常常试着去提纲倩领的 去借着主角的口去定义 或者是提问说什么是战灾 那什么是战灾复兴 他就是不断的在提问 然后他可能随着事件的不同 然后主角会有不同的感悟 那他的答案其实也在更新 我自己觉得 有有有有 就是他不断成长的证明 他的答案也在更新 那他甚至还会用这个来举例啊 像那个零号地区那里啊 他甚至把战灾拿来比喻成就是 我这样讲 我不会讲太多啊 就是有那时候就是有一个 就是以经济活动为件的实业家嘛 对不对 想要扫平就是零号地区这边 那他就反过来 站在零号地区的立场说 假设这是一个国家 那你就是外力 你就是我们要扫除了战灾 就是他把战灾的这个定义整个扩大了 就是他不只是就是战后 他们必须去解决那些问题 不是说你去分分享那个农汤跟面包 那要震灾 就是所谓的战灾复兴 他其实不断的在提问这件事情 因为有很多人不断的在询问 就是女主角跟这个陆琴三客嘛 就是说你这个陆琴三客花瓶部队 你为什么要存在 还不如解散 然后把这笔经费拿去救济更多的民众 这样才是实际上的战灾复兴啊 你们这个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你们区区几个人 能救多少人 一千个人里面 你们顶多才救一两个 那这样子 这样你们的意义何在 还不如解散把这个经费分出去 其实主角也是非常认真的在思考 然后他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 当然他有一个答案 我觉得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就是说战灾复兴 不会有终结的那一天 所谓的战灾复兴 不是解决眼前的事情而已 而是要让人民不再把 因为是战争 所以才这么惨 当做借口的那一天 那才是站在复兴结束的时候 就是让人民有站起来 挑战的力量 他不是直接给你东西 而是让人民有办法站起来 但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我看了心想说 对这是很棒的答案 好困难的答案 真的是主要主角 才可以撑下去的一条 就是艰苦的路 真的 然后那时候就会很开心 还有男主角 还有舞掌 还有舞掌陪他 还有大家陪他 还有各位陪他 大狗狗 对 然后我终于可以讲一讲 我对于女主角的 超猛战力这件事情 其实我 我真的说不出 对 我觉得我 我不太能够分得出 男主角跟女主角 谁的战力比较强 两个人的强的方式不太一样 一个是专门队人 一个是专门队战车 女主角 我原本以为 他真的只是 一般的那个 军队出来的防身术吧 可是 我没有想到 他实际上 他是那种 拿起那个 双头巨舰 那种改良版的双头巨舰 然后一个人可以跟 陆军情报客的那种 就是特种部队 然后一个人对上整队这样 打得不落下风的那种程度 超强 他是用相当复古的方式 因为你刚刚有讲过嘛 女主角是开国的 十三贵族之一嘛 那时候十三贵族 他们其实 战争的方式是 就是他们是一群骑士 他们是骑着马 然后 恢复骑士剑 对 那个骑士并不是什么锐气 他就是重 然后长 然后可以 扫下去 就是一批人 就是你知道 由高处这样 然后就是 埋死一堆人的那种 重型武器 对 你至少可以现在 站在地上 然后就是 挥舞着他 对 就是你 然后他用技巧 吵架一片人 我很喜欢他那个设计 我这个很细 但是我要讲一下 就是女主角 他是穿上 他是特意又穿上 那种金属制的靴子 铁靴 然后他利用那个脚 去踢那个 因为这是双头大剑 他就踢另外一头剑的 那个底端 然后利用那个 离心力的方式 来挥舞他 女主角是用这种方式 在战斗 我就觉得 哇 你也太猛了吧 而且后来啊 后来他也真的骑上马了 而他骑上马之后呢 他又穿上特制的盔甲 然后跟战车对干 我觉得 真的 帅 好帅 就这种师傅 我想要顺便讲一下 那个 那件盔甲的师傅 他也是非常有趣的人 他跟 他徒弟就是 在利用他们两个 对话的方式 去解释那套盔甲 是怎么样去抵抗 那个 就是 子弹 就是 他有多层 可以去抵挡子弹的威力 这样 近距离的反弹墙 对 因为照理说 我们一般设计的钢板 它是 它是打下去 你就会直接被射穿 可是它就是为了能够抵挡 因为它其实是利用 反折的那种钢 就是 我也不知道解释 它就解释了一堆 黑科技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胡说的 一般其实好像 我觉得 可是我就喜欢这边啊 这种非常有根据的 胡说八道 这个太棒了 有根据的胡说八道 我超喜欢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胡说八道 很有道理 还有其实我觉得 它那些世界观看 政治什么军事 那个其实也都胡说八道 但是就是 稍微有点根据 然后开始胡说一通 我真的就是觉得 可是真的就说出一道道理 也会让你想要说 哎呀 好像真的可以这样 好像 它构出了一个世界观 我觉得好像可以哦 我差点就被那位师傅 说服说 原来那个马尔文 少尉是男的这样 是少爷 是少爷 他怎么可能是女的 然后说 那个胸襟有点大 比较纤细 我想靠腰部啊 差点心情 吓死了 好啦 其实我也觉得 作者的表现方式 我也很喜欢的 就是当那个 那时候他不是骑着马 他的骑士盔 跟战车对干 嗯嗯 第一层盔甲散开的时候 然后他把它画得 像翅膀一样 有没有发现 有 有哦 我觉得这种表现方式 也太太英雄主义了 那么帅 帅 帅 好啦 这题外话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 我很喜欢很强的女主角 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 稍微的 我也超喜欢强的女主角 很强的女主角就算啦 因为那个作者在这方面 像你刚刚讲的嘛 就是他还有去描绘说 他其实 虽然说有点胡说八道 但他有去描绘说 他是如何以一个 就是女主的力量 跟身权去使用 那个大剑的 所以就是 虽然说我们知道 有点胡说八道 但是他有努力的去解释 这一点 不只是格斗术的部分啦 还有像科技啊 或是像 武长男主角身上的 那个提灯啊 就是他努力的去 就是努力的去解释 这种聘合的地方 真的是特别棒 还有少温跟那个 反帝国军斗志的那一段 就是 他穿着帝国的军服 然后他就是 首当其冲 就是当犯人说 这些大国的特使的翻译官 都可以走了这样 但是没有人 为了尊严 贵族的尊严 大家都不敢走 可是他却穿着军服 然后就走第一个 然后被大家丢石头 我知道 那一段就是气势取胜嘛 我如果 仔细说明一下 就是说那时候反帝国军 就是把那时候 各国来帝国 初始的外交的那些 大使都变成人质 然后当然就是说 部分人你可以走 我会放你走 当然就是大家都不相信 都不愿意迈开第一步 怕一出去就被射杀什么的 不只丢命还丢脸 想不到帝国的少尉 自己竟然先跑了 但是跑了这件事情 应该是要修此的台队 可是你知道 女主角堂堂正正 穿着帝国的军服 然后净之煞爽的 走在那个围桥上 对 然后就是证明说 就是这条桥是可以走的 不会被射杀这样子 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 就是走这一条 然后不去畏惧 就是大家的唾骂 说什么你一个帝国军 怎么先跑啦 什么类似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气势上 非常帅气的一个场景 就是不止体力很帅 然后气势也很帅 心情心灵也很帅 对 因为他的想法是说 我身为军人 我应该是让民众先走 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并不是 说你是贵族还是什么 而是说我能够 我能够让更多一点 能够逃脱危险的那种想法去做 怎么讲 他其实以人民为优先 真的 然后处处不忘公正吧 我觉得这也是他一直在 不断的提刚且领的一个 一个点嘛 还有正义跟英雄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什么是战灾 那什么是战灾复兴 那正义跟英雄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这部就是作者 不断的在提问这些东西 可是你也知道主角的答案一直在变化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原则 但其实我是觉得他的答案是一直在变化的 那他也会写出来就是 剧中的各位 大家的立场不一样 大家的争议其实也不一样 真的 所以其实我们 我个人今天没有很想要讨论说 什么是争议这个问题点 我只是觉得 虽然说这个问题很难去回答 但我觉得那些剧情中的 就是诸多角色 他们就是他内心的那个真实的想法 不管是舞长还是主角 还是那些陆军情报部的其他人 就是他们内心那种珍贵的情感吗 就是他们在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的时候 那种珍贵的情感 我觉得是我很喜欢这一部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很感同身受那种 奇妙的感觉 对很激扬感 我很喜欢他那个激扬感 就是当那个角色他们声势力竭 在那个呐喊出他们心中的情感 跟他们的想法的时候 我觉得会很动容啊 真的 对 啪啪熊想补充一件事情 你说你说 我记得剧情里面有提到说 我忘记他们好像是情报部的课长 然后在跟 诶还是局长 就是在跟别的另外一个部的讲话 他就说你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个战灾复兴的部队 会放在情报课吗 因为他们除了做战灾复兴 也做情报收集 嗯对 他有说 他有说就是说 如果他们是没有放在情报部门的话 诶应该说他们的情报部跟 战灾复兴这两个合在一起 他们认为是一个好的结合 因为他如果是 以军队的名义去情报收集的话 人民就会觉得 啊战灾是不是要开打了 然后就会紧张起来 封闭起来 可是如果他是说 啊我们是要就是 复兴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获得一些资讯的话 人民会比较愿意 就是敞开心 接收或提供 对比较愿意接收或提供资讯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结合 嗯 然后其中里面 我觉得那个共同会议真的是 现在在连载的共同会议的部分 真的是透露很多资讯 我看得好开心哦 真的哦 对 就是他还有提到一个问题点啊 就是有人问他们就是说 如果你们帝国真的这么看重 像你讲的这么看重 站在复兴的话 为什么你们陆军情报部三克 只有这么几个人 嗯 然后你不晓得就说 对 就是我们只是来募款的 哈哈哈哈 直白的讲了 我觉得 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很认真 我们就是的确是 的确是非常认真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存在只是来募款的 对 但是他也有提到 他说就是上面的人 非常重要 对啊 上面的人如果觉得他们这些人就够了 那他们就会把所有的就是力量都投注在这上面 这样 对啊 就是说 就是等于讲 他不是这几个人就可以代表一个帝国 是既然只有这几个人 那比方说整个帝国是一心一力 为的 为的站在复兴 当然这是女主角提出来的反驳 我觉得他反驳非常的有意义 当然整个帝国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另外讲 但我觉得他反驳的很棒 嗯 女主角 女主角就真的是 所谓的 公正的代表吧 嗯 虽然有时候他也会迷惘啦 迷惘的时候 我们的男主角就 就有舞掌啊 对我们的舞掌就一直 舞掌就该出来了 我好喜欢他哦 拍拍手 对 喜会 不过舞掌一旦提灯打开的时候真的好可怕哦 变神幻 有没有通过 可是他后来他不是有说吗 那个杀了他杀了他 一开始好像是说要杀了就是敌方嘛 对不对 那随着舞掌声势的揭露 还有一些他过去揭露 你就觉得这杀了他 根本是要杀了舞掌他自己啊 嗯 对 就是扼杀他自己啊 所以其实看了也是 不知道我就觉得难过 我看了就是 就是觉得很难过 哈哈哈哈 然后他们 他的盲脸伤痕跟整个伤痕 我就是觉得很悲伤 我整个就是 我看到他就觉得很悲伤 我其实我喜欢看女主角进入战斗 可是当男主角进入战斗 我就会觉得拜托不要再打了 看起来好惨哦 应该说我不想要让男主角 不小心就不是一个适合战争的人 真的我是发自内心的 他每次的战斗模式都是 全身伤痕鲜血淋淋的 因为他是那种以肉体去 站车做零距离战斗 所以他每次 他很多目前都有 站住脚脱掉衣服的画面 会看他全身满是伤疤 我觉得看了 哎 很难过 我记得男主角他会 就舞掌他会做噩梦 然后他每次的 对他常常做 然后经常的那个让他唤醒 就是把他从噩梦拉出来的都是 都是笑味 这个 他的光 这是非常经典的救赎戏啦 双向救赎吧 但是我觉得很棒啊 老套但是很棒 当然 王套就是最好的 真的 美味的王道 我觉得我们其实也可以把焦点 放到其他人身上嘛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他这部作品啊 在硬核的表现 那些政治军事科技 然后甚至是武斗技术的同时 他角色的刻画 也相当的激昂活跃嘛 对 除了我们刚刚不断提到的 男女主角之外 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印象深刻的其他角色吗 我们都先从三课的其他人来聊聊 三课 耶克 我最喜欢那个 真的 就是那个军乐部的 钓过来的那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孩 军乐部 军乐部 你说的是昌华剑队 对啊 原本在军乐部 然后他被钓来 算他大部分的 你说的是那个莉莉齿提琴 就是那个双马尾的那个 看起来很朴素的雀斑女 对 莉莉 他有雀斑吗 莉莉就是 嗯 都是端茶送水啊 然后照顾狗狗啊 他其实超猛的 在他还没有显示他超猛的能力之前 他就 他就哼着歌 然后旁边就说 这不是共和国的歌吗 他就说 虽然是共和国的歌 但我也很喜欢了 就是 我觉得 对 就是这样子 音乐 艺术 文化 这种东西 本来就不是 不会分国界的啦 说实际 对啦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喜欢他了 就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第一集吧 第一块 你是统和建构者 你说统和建构者那位小姐 对 对对对 后来也发现他不是一个无用的小姐嘛 他本身是一个相当强的 就是密码 不不不不 我记得他们里面后来 那个什么 那位就是看起来皮 是皮肤还是还有戴面具的 那位局长 他就说 统和建构者一般都是普通人 就是那个脸上都是伤的那个 他们局长嘛 情报局局长 那个很厉害耶 对啊 统和建构者 其实他们后来也挺活跃的啊 我就说啦 三课里面其实每个人都 意外的都很有本事 对很强 对就是那个 还有那个谁 那个搭档 那个欧雷鲁多跟马奇斯的两个搭档 两个准位 对 准位搭档们 超帅的 有时候他们聊天还会推进剧情 应该说这两个家伙 就是平常就是吊了郎当的啦 就是马奇斯是一个 看起来比较认真的眼镜角色 然后那个 另外一个欧雷鲁多 就是一个 看起来花花公子角色这样子 然后平常就是 搞搞笑啊 吊了郎当啊 然后在关键时期 就是超帅的 会去救场的那种 把那个男女主角 就是可能战斗到一个 没法脱身的时候 他们就是破局的关键 这种厉害的人 我觉得 能把角色运用到这种地步 已经相当强悍了 他们是很好的配角 就是非常活跃的配角 大部分就是 他们默默的就是 不是会在 不会在第一线 但是他们会在第二线 非常活跃的关键性角色 非常 非常讨人喜欢 非常讨读者喜欢 喜欢 然后黏他们 他们那个课也才是几个 你看 女主角 然后男主角 然后这两个准位 加刚刚那个同和 建构者 历历 历历嘛 然后还有一只狗狗 传令犬 不要忘记他们的课长 课长超帅 课长那个穿军装超帅 课长听说以前 很凶残 很严格吧 以前是宪兵特效吧 大谢八块的韩克斯 好像叫个名称 特 那个他的错号是叫这个吧 以前是宪兵客 他后来穿上军装 就是超帅的 传令犬 原本是武长 被降级 让等通信兵 就真的少少的人 才这几个人而已 少少的几个人 但是他们就是 你会开始觉得 就是他们自己的游戏吧 就是他们自己在 站在复兴中 到处去巡逻 就是到处去巡逻 然后到处去解决事件 可是到了 整个世界观 扩展到 就是不只是帝国之后 你会觉得 在这个帝国 就是其他国家也牵扯进来之后 你会觉得三客 也就是 跟其他客开始会有合作啊 然后就是他们也是 在他们的那些 共同作战中 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就变得非常精彩 整个剧情就非常要人 嗯 我可以偷偷说一段 小 有一个小小段的 我就觉得还蛮好笑 但是又觉得 还蛮不错的地方 就是那个 好像他们有提到 韩克斯吧 就是上 他就说有 那个信件 在那个 帝送的过程中 被偷了 所以他们现在 就是要去把那些信 找出来 然后呢 因为经历过战争的是 韩克斯科长 然后跟武长 然后他们两个呢 就传达着一种 哈 信件怎么没有送到 就是家人的手中 然后两个人有一种 就是莫名的情愫嘛 还是气氛 然后让那个少尉 非常的在意 非常 他误以为 因为那个情况下 就是少尉 这个事情发生了 然后少尉就 很有争议感的说 嫌犯在哪 我们要去找出 嫌犯在哪 然后韩克斯就 就是上 那个课长就 哈 那个信件没有送到 然后武长也是 哈 那个信件没有送到 然后少尉 那里嫌犯 然后两个在 信件 发现他们之间 发现他们之间 有个横勾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少尉就 非常的care 就他就非常在意 这件事情 然后就觉得说 哈 这就是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跟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会有不同的感受吗 然后这时候 他就会觉得 好像离他们 非常的遥远这样 嗯 但是他有 他身为 就是十三贵族 马尔文家 三公主 就是能 他有的特性 跟他能做到的事情啊 说马尔文家 他两个姐姐 超帅 超有趣 他两个姐姐很有趣 哦 不过最后 那个舞掌 就是因为他 他因为很在意 然后也藏不住话嘛 所以后来 他就是有问 就是跟舞掌 讲这件事情 然后舞掌 我觉得舞掌 就是作者 在这地方的安排 我觉得还蛮 蛮令我感动的 他就跟他讲说 就是 你自己写信 给家人 然后那封信 如果有成功 送达到家人手上的话 你就会很开心 然后他就说 啊 写信给家人 这个我有 所以就是 有点类似感同身受 你不一定要经历过战争 但是你只要 就是设身处地 你还是可以了解说 他们 他跟 他跟韩克斯客长 之所以会这么 就是会讲出那些话的原因 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 其实这不只是一个事件而已 他其实 作者在埋 那个伏笔的时候 其实 蛮细致的 我觉得 因为他其实后来又牵扯到 从信件牵扯到 就是别的事件嘛 那他牵扯到别的事件之后 他又归回来了 因为为什么 吴长会这么在意信件这件事情 牵扯到他的过去嘛 他的过去在哪里 在零号地区 那他曾经有寄钱回家这件事情 就是慢慢的拖出一场 环环相扣 对 那你零号地区解决事情那边真的是 又扣到了 为什么他那么在意前 有没有寄到这件事情 嗯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推荐大家去看 就是 这个剧情就是这样 有没有寄到 真的对零号地区的 这个 结尾 虽然说事件结尾可能无所谓 但是对吴长本人很有所谓 所以就是 嗯嗯嗯 真的非常推荐去看 这一连串的过程 我好难去讲哦 因为他这个 牵扯的非常长 他从 就是邮件被盗领 然后现今被盗领 这个事件 牵扯出 情报恶客 那个 密码文件 对 来自情报恶客的求救性 这件事情 然后他又牵扯到了 寄前回家 吴长的过去 然后还有零号地区 就是牵扯到 然后再牵扯到 共同会议 就是他一路是这样下去的 可是你也知道 那个 邮件到 你是非常前面的剧情 所以他就是这样 非常爽快的 非常爽快的 剧下来的剧情 他真的是一个 洒非常大的王吧 这个作者他真的是 他该说他很厉害吗 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编织 编织编织 然后把线路 一直不断的扑出去 然后用每个角色 缓缓响口 每个世界缓缓相扣 变得一个非常巨大 庞大 缜密的故事 我觉得好厉害 而且很稳定 18年来 他也是相当稳定的作者 我觉得其实真的 我觉得我真的要对那种 长篇连载 然后连载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剧情的品质 很稳定 作画也很稳定 做成很多 每个鼓手都可以鼓鼓掌 真的 我们其实也还蛮常推荐 这种类型的作者的 因为真的是 每一个这种作者都要珍惜 好看 好看 到现在都还很好看 只是为什么 台湾还是不代理后续呢 快点 对 靠面 对 让我的声音逐渐恶魔化 对 坏掉破音 为什么不代理呢 讨厌啊 好 我觉得今天的内容 基本上大家都 出于大家的赞美跟怨念 不好意思让大家 就是听到 因为其实《南瓜剪刀》 是这一部很棒的作品 那它真的是 很难用言语去 交代所有的细节 像我们今天基本上 没有讲到 那个黑科技的部分 我这边也很有趣呢 太有趣了 太长了 讲的一副好像头头是道 但我就很想吐槽 这是黑科技吧 他其实就是 他就是借着 就是怎么讲 大家去看就知道 就是他借着 就是我们21世纪 20世纪21世纪人的观点 然后去 把他背景架在 就是你刚刚讲过的 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时间点 然后就是 因为这个落差 所以他去做了一个 很有趣的 就是 怎么讲 一个谜题吗 还是一个设计吗 那你读起来就觉得很有趣 就对了 这是欢迎大家自己去解谜 好 总之我们今天 对于非战特工队 这部的讨论吧 赞美他 对 赞美 主要是赞美 赞美 希望大家 真的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真的是蛮精彩的 如果说大家觉得 太硬啃不下去 但 我觉得相对来说 他已经算是很好啃了 因为 对 作者的恶趣味 跟一些事实的搞笑 会让你觉得看得蛮开心 而且 我自己 看了 看这部作品 我真的哭了很多次 对 我看哭了很多次 所以我会 我是没有怎么哭 但我觉得很悲伤 就是 一种不到哭 但是他那种 沉重悲伤的感觉 有点压抑 我有热泪盈眶 热泪盈眶 所以希望说 大家有机会的话 去翻翻啊 去找来看 这样子 就会又哭又笑的一部 也是又一部 让人又哭又笑的 可怕作品 对啊 我们最喜欢推荐这种东西 可怕作品 因为就是一种 你哭了 然后你又笑了 然后我觉得我要崩溃了 不行 不能只有我 我们要让所有人 都来感受一下 这种要崩溃的感觉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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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